在这个视频中,您将学习到如何利用地图在野外定位寻路。 虽然这个方法有的时候并不十分精确,但是非常简单快捷,通常也足以让您找到正确的路径。 在这里,我们将向您讲解如何利用地标将周围的地形与地图进行对应。 我们建议您使用远足地形图,比例尺为1比25000。 利用地图在野外寻路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。 寻找地标或者标志性的地形,在地图上对应,调整地图位置。 首先,寻找周围的地标,仔细观察四周,确定不同的地形特征。 这些特征可以是人为的,例如村落、特殊建筑或者道路。 如果您位于一个较为开阔的区域,您可以尝试寻找线性的特征,比如森林的边缘、道路或者河流。 第二,在地图上对应这些地标。 打开地图,尝试将您确认的地标和地形特征在地图上进行对应。 您也可以参考地图自带的图例来帮助您进行定位。 第三,调整地图位置。 当您在地图上找到对应的地形和地标之后,旋转地图,让地图上的方位和现实中的方位对应。 现在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定位。 如果您行走在小径或者道路上,您可以更加轻松地进行定位。 在远足中,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在行走几个小时之后才拿出地图进行定位。 因此,我们建议您在远足开始时尽快地将地图取出进行定位。 总的来说,要在野外利用地图进行巡路和定位。 只需要找到周围标志线的地标和地形,然后在地图上对应这些地点。 最后,根据所在的方位调整地图的方向即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